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姊妹,《心灵真宝》今天的主题是 《心思与真理的关系》第二部分 心思很重要 我们真诚面对真相 想的时候 就是在这里吸收真理 圣灵会用真理在我们心里作供 帮助我们享受和领受真理 真理一定包括神如何爱我们 主为我们祷告 叫我们因真理成圣 就是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 和最爱祂 《心思》是很关键的区域 我们的心有感受 有理性 也都有意志 我们会按着所看见的真相 挑选如何去做 所以想些什么 非常之重要 我告诉你 你这个人 以为做一个真的人 真诚的人 我觉得一个人最起码基础是一个真诚 你这个人是面对真相的 不可以这么笨 在这里逃避 逃避不到 如果人 就在那些 给不到的东西找 有很多叫做认知治疗 有各种治疗方法 那些都有些用 因为他说这些 有些是人的范围 即是人的那些 那个层面 有些用 但那些是低层次的 所谓愉快快乐 因为他真是说到那些 譬如你那些食物 你想愉快一点 吃一些好吃的东西 健康一点 又好吃的东西 当然好一点 这个他可以说 或者说人制更是那些 可以说一些 但也不及得圣经 虽然说 因为圣经说到 关系更加好 因为他知道 人的关系都是他做的 但起码他说到 一些都 因为他只要是人 经历过这些 都可以说出 怎样 关系可以 有些用的 这些他未信 都会有一些 这些都有些用 但也不及得圣经说 例如说健康方面 圣经说的 他就说得很准确 因为很多 说法不同 所以圣经说是超过 现在世界上 所有 不管什么心理学 因为怎样的好法 都不及得圣经 做讲的心理学 所以将人的方面 都说了出来 因为神才知道 你那时候 心理那些最清楚的 需要 清掉你 灵魂体的需要 神知 所以他说到 健康的东西 全部都准确 说到你的心理 那些全部都准确 你的魂那些 或者人制关系 那些 都说得很清楚 那些是绝对准确的 那些 你搞出一同性戀怨的 那些就是坏的 神经说的 不是这些 那你在这些 那你在这些说完 那去做 你就是害自己 说没用的 因为那些在违反真理的东西 那些 神刑罚你 你本身会受到后果出来 所以那些同性戀怨的 一定是 大力 不要后果 反正一定大力 不要后果 你没有用的 你为什么立法废 的 那些 有些国家没有这些 反正美国有这些 你自由都是错的 这些就是放纵 是真的自由 所以 民主 你那些民主 你做什么主 没资格 你这个民有质素 你看那些总统的质素 整个国家 找他们来带 他是不是全国家是最 他的品德 或者他的品格 最好 那些人最真诚的 我觉得民主的唯一 最重要是你 尊重人 和人的价值 都重要 就是一套的理论 就像你那些 民主都不是民主 很多的 很多东西 根本都是一样 在控制夹来 因为言论 他不准你说这么多 说同传的不对 他说 燃养自由 那为什么你原来 不能说 那些是坏东西 所以根据自己 打字嘴巴 今天不是任何那些政权 而是 神 他才是王 我们应该胡在天国里面 就是你听他的话 大家听他的话 这是超过法律的 你所法律 那么多神的话 我们全世界都要回到神那里 享受他的爱 爱他 就是听他的话 因为他的话 是最智慧的 我跟他说他走 人那些 什么都不完全 所以等候这位和平的军 回去 回去做 世界才坚定 和整个万物复兴 所有什么政权 什么政制都不是完全的 但是这些人本身已经不完全 所以可以利用民主来放纵自己在那里 利用这些来自私的 每种政制 但是最重要的是 没有爱 在那里 那些都是港字 那些人本身 如果大家充满着爱 根本不用什么法律 警察应该可以 大家 都不用做警察 大家充满着爱 都没有人打劫 所以我将来 天上 要不要警察 这个真是自明 真是超重要的 想那里 很重要 一想就帮真理很大关系 想就是吸收的真理 还有呢 享受的真理 让真理入心 就是领受的真理 在心灵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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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盲的 它是用真理来 是用真理来 是用什么呢 你看见真相 神怎么爱你 你是自己被吸引 你是怎么办 你是他配 不同的强权 爱一定是给你自由 我们的心是会给爱 影响我们 所以说 识形作工 是用真理 比他要真相 你得救也是一样 是要真相 因为主他爱你 是为了你死 还让他看见罪的效果 那你就自如主 整个改变 上识之后 继续都是 有很多真理 不知的 初信 有很多宝贵 不知的 正是用真理作工 主也说 当晚他讨估 他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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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当晚 幸福到 那些 就是使我们 因为真理 我们是成性 心就去到这个地步 就是最爱神 就是将自己给神 我刚才说 成性 合一 和救世 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用真理的合一 因为我们 大家 真是爱神 我向神 爱他 真理 什么真理 今时说起 那些真理 其中一样一定包括了 神怎么爱你 因为成性 你就最爱神 就是接给神 你这样的爱神 你一定是先享受到 他那份爱德 因为我爱是神 才爱我们 所以发现我一生 都在讲神的爱 因为这是真相 这是很大的现实真相 是很好的 超古怪的现实真相 就是创造一切 是最最爱我们 唯有这样才给我们 安全感 安全感 那种混乱 那份爱 那种滋润 所以我一生 都在讲这些 但这些是很重要 我一条路就是信 因为信 他爱你 但你信就可以了 如果他多爱你 你不信 你怀疑他爱 你不肯受了 这些都是真理 我一生都很重视 讲这件事 真理就是成性 所以圣作弓就是透过真理 讲出真相 这些是最宝贵的现实 魔鬼的作弓都是透过那些谋利的 他引入你 一定是最后要踏到心思 他影响你的心 一定才踏到心思 然后再影响你的心 正如那样 他才踏到心思 你看见那些真相 那些真相影响你的心 你心被他吸引 你心感动 自然你恶回神 但是你想亲近神 所以你心思那里是一个很关键的区域 你的心有几种 其一种有感受的心 也有一种理性 即吸收那些真相方面 你意识 你意识 你意识会按着你所看见的 那些真相 你敢算怎么做 所以你的想是很重要的 那些真相影响你的法律 你是感受的 大家试过了 是不是 那些发火的时候 是不是在想一些 那些发火的事 不太向什么发火 始终发火的 神也有发怒气的 你明白吗 不过他向什么发怒 但最后我们是 那种 就是不适合的发怒 想报复 或者那些人 就是没有爱的发怒 有时 你爱的时候 他影响你的发怒 因为对那些 他在害那些爱的人 对那些不好的 那些 谁在发怒的时候 也在想一些 发怒的事情 所以你想的 是影响你个人 那些感受 所以很重要 你发怒的时候 你也是在想 那些东西 已经是发怒的 谁在想一些 是生气人的事情 就是很妒忌人的事情 是不是很发怒的 所以思想是超重要的 所以我刚才说 第一点成作功 他想帮助你 你这个人提升 你这个人 是透过心思 所以我为何要听信息 听不听信息的 的大英姊妹是两个人 有个人 是 有一个人